车辆高速行驶的轰鸣声以及一往无前的飞驰感觉 大概能促使飙车者血液沸腾 带来强烈的精神刺激 这大概就是飙车者所追求的 近期上海发生一起两轮摩托车单车事故 被爆骑手是圈内有名的机车女王妖精女王 由于事故比较严重妖精女王去世 据现场目击的车友表示 当时速度非常快 大概是遇到路面坑洼 车子才会飞出 他的车子飞出去以后先撞到了护栏 然后又滑行了近百公尺 整个尾部都断了 后摇臂也弯曲 后刹车盘因巨大的撞击力脱落 后刹车泵断裂 后轮骨断裂 我们可能会感慨 就是这样一种行为 让这位如花似玉的姑娘香香郁郁郁 不禁会问飙车真的有这么大魅力吗 到底飙车党的心理怎样 心理专家分析 生和死交接的地方 可以体验一种死亡的恐惧 当人战胜这种恐惧时 心理会得到一种极大的满足 另外车辆经改装后发出的声音 包括速度 会给驾驶者及周围人带来一种很大的刺激 在相互刺激当中 飙车族会得到一种病态的心理满足 这种近乎病态的心理 和独隐网隐的心理需求有相似之处 飙车一党基本由18岁到30岁的年轻人组成 男性较多 但是他们并不都是经常参与飙车活动的 主要是因为爱好骑车而凑到一起 第一类 有过国外生活经历的小海归 习惯了国外夜生活的方式 或多或少的参与过国外的地下堵车或飙车活动 回国后继续追求刺激 第二类 衣食无忧者 一般来说飙车党的家境或个人财务方面比较理想 他们家中或许有两台车以上 平时驾驶的车和玩的车不一样 用来改装的车基本不上路 这些人包括汽车改装店老板 年轻白领 旺族的富家子弟 甚至还有演艺和体育圈的小有名气的明星等等 您该说这一类群的年轻人更多追求精神上的刺激感 渴望心理需求得到满足 恰好物质条件又允许这么做 就导致了不断追求心理满足的快感 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